大家好,我是CC老師 過年到囉 教授長輩有肩頸痠痛的小毛病嗎? 就讓我來介紹幾個 舒緩肩頸痠痛的瑜伽動作喔 我們就在墊子上 將你的腳趾頭朝上正前方 接著將我們的雙手放在頭部的後方 以你肩頸痠緊的程度 持續的往後延伸 停在你覺得你可以的位置 放在著將你的頭往上 而且已經有五個呼吸 接著將你的重心提上左手 接著六手放在左腿的後方 用你腹部的力量帶起你的身體 將我們的雙手插腰 提起你的右腳 往後踩一大步 注意你前腳的腳跟對著你後腳足方的中心點 前腳彎曲成九十度 將你的左手放在膝蓋上 右手放在耳朵的旁邊 往前你的呼吸 接著將你的雙手放在主膝的膝蓋上 收回你的右腳 接著將你的雙手放在旁邊 接著將你的雙手放在旁邊 手放在旁邊 接著將招臉